好 觀眾朋友 接下來讓我們關注一下 中國大陸各地民眾維權的情況 廣東維權律師陳武全因協助家鄭、鎮江市 東海島調羅村村民維權 反對填海、保護海洋生存環境 2018年2月9號與6位村民一起被抓 據《維權網》今年1月17號報導 陳武全被控尋釁滋事罪 日前被判刑5年 同時被抓的6名村民也都分別被判刑1至1年半 麒麟省白城市通渝縣約150名被辭退的 民代幼教師1月14號集體到縣信訪局上訪 要求政府辦理養老保險 縣政府官員告知他們要到省裡去請願 16號 幾位教師維權代表到省裡之後 省信訪局、教育局、省政府官員卻相互推諉 教師們奔波一天 已無所獲 1月16號 鄭州市中原區 市原村的100多名被拆遷村民 因為能按時領到拆遷過渡費 集體到中原區政府所討 但政府卻派出保安維穩 山東濟南立夏區綠地中央商務區 B12、B13中央公館的多名業主 日前向新唐人投訴說 開發商綠地集團涉嫌虛假宣傳 將高端住宅建成了豆腐渣樓盤 業主嘗試與之溝通 卻被威脅說要通知警察抓人 濟南市的各相關部門也都被封口 對業主的訴求拖延回復 甚至不予回復